另外法治教育也相当重要 为了加强学生的法律势能 法律辅助基金会一览分会 就举办了原住民部落大同国中的法律营 为期是两天的课程 并且参观县内的司法机关警局 来实地了解有关案件的专办 还有侦查的过程 地检署侦查亭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来 大同国中法律营这趟来的值得 透过实地解说 了解法庭内每个职务的职责 还有相关设备的用途 所以这个营物来讲的话 其实它不是一个无论禁止 它是一个指认的指认室 也就是本属负责一些刑事案件 甚至一些是检起人的案件 我们基于把握检起人的身份 不能让他过关 所以说检起人来讲的话 他会在指认室里面 被检起人在这里的时候 他看不到里面 写检起他 另外 这个检起人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会经过便利 会经过便利系统 就是我一直 就是一直以为 就是法院里面就只有法官这个人物而已 就还知道还有警察官 然后律师什么都要请 就是还有他们的位置安排这样 法律辅助基金会宜兰分会为了扩大法治教育 加强学生法律势能 在民间赞助下特别举办了法律营活动 一趟两天行程可不是出来玩 透过课程安排 提醒孩子小心别误触法网 举办这个营队啊 应该先讲说我们其实在法府本来的工作 就是在诉讼代理的那个区块 协助民众的诉讼代理 可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预防 也就对学生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法律营兑 那为什么会从大同国中 大同国中是因为他是在圆明区 那在圆明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圆明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或者资源的部分 都比较少一点 那我们希望说 有这个部分大同国中 这个部分先开始做起 就你的经验来看 这个青少年大概是 大概是误触法网 大概是会员在哪些方面 有很多大概都是像暴力案件也有 这暴力案件 暴力案件通常都是群体性的 那大概就是朋友吆喝 然后就不明所以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 他以为说 在法律上我没有打人就没有事情 还是是怎么样 可是实际上 这个很多案例里面就是 随行的 同行的 在法律上也会认为说 这个是共犯 这个可能他们比较 比较觉得说 我去看看热闹应该没有什么事吧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这方面 我们在实际的案例上碰到蛮多的 为期两天的法律营除了参访地检署外 也到了陷阱局地方法院 还实际进行法庭模拟据 让少年陪审团来找真相 宜兰新闻记者黄猪汉从不到